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假钱你都分不出来 关键是那假钱太真了 就我长得像你这种卡巴卡巴的小眼睛我也看不清啊 我眼睛小吗 小 哎呦 小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小 我是不好意思瞪 我要瞪起来 我大得我自己都害怕 注意看啊 你瞎着点 什么家 行了 停停了 假钱呢 不是 媳妇 就这么回事 今天啊 我开车下班的时候啊 我接了个活 啥 结果 结什么活 哦 这事儿我没给你汇报啊 我寻思啊 你看我上下班开车吧 那车都是空的 严重的不环保 所以说呢 我就下载了个顺风车APP 这不是顺道也挣点钱吗 你可是大老板呢 这点钱你也挣啊 不会吧 太让我刮木箱看了 大老板也得讲环保啊 顺风车拉个客人 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 还挣钱有什么不好的呀 所以说啊 我就把你给我那个五十块钱假币啊 我就放在车的那个钱挡风玻璃上了 这时候就有一人来打车 正好呢 目的地就在咱家门口 我就顺道就给他拉了 结果走半道 哎 这个人太可恶了呗 说我车上有味儿 非要到超市去买那个空气清新剂 我行的去吧 挑头我就到超市 买了空气清新剂 哈 家伙在我车里 哈哈哈 一呼呼喊喷 真把我呛的 我说走吧 刚走一半 他说还得回去 为什么呀 买湿巾纸 啊 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呀 啊 我说走吧 买完了咱走吧 不行 还得回去 干嘛呀 说还得买个手绢 你拉着人吃什么病啊 我看他是有病 好容易全买完了 走到咱家门口了 哎 他下车 五十块钱 嘿嘿 我也挺好 挣五十块钱 我说咱怎么着 微信支付吧 对呀 多方便 他说他没有微信 那怎么办 他给我一百块钱 嗯 我也没法找他呀 他顺手就把我车前面那五十块钱假币拿着就撩了 啊 那假钱让人拿走了 你怎么追啊 我追什么追啊 我系着安全带呢 等我摘下安全带来 我再下来他就没影了 哎呦我说你钱水分你老是干这些挨打没人拉着的事 没事 我跟你说啊 那小子 那小子长那个倒霉啊 笑什么呀 哎呦我想起这个人长那模样我就没法不笑 哎呦这人长得太瘦了 嘿 我就没见过这么瘦的人 哎就这么一溜 哎呦老远一看跟蚂蚱惊似的 神闹 蚂蚱还能成井啊 真的啊 我还念不信 那得掌声 对不起回来了 哎 哎 哎 怎么说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就是我请假了 哦 那个我老舅要来 你老舅 啊 没听说你有个老舅啊 对啊 是这样的 我妈妈那边一个远旁亲戚 我叫老舅 我俩也好多年没见了 哦 哎 哎 二妹啊 嗯 那个五十块钱假币送银行了吗 哎 哎 五十块钱假币你怎么知道的 二妹这是告诉我的 你嘴可真快 我说你 哎 你等会 那五十块钱假币你送银行了吗 哎 送是送不去了 让他给花了 给找不去了 嘿嘿嘿 你可真行 那假币不能花 那他犯法的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什么事都干的你 我是这事不怨我 哎 我老舅来了 快快快快 你嘴可真快 你跟他说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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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舅来来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来 哎呀 哎 不成经意啊 骂着惊 骂着惊 什么骂张惊啊 我老舅 老舅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哎 老舅 这是我二妹夫 哦 这是我二妹 哦 这是我老舅 哎呀老舅啊 啊 这咱俩可有好多年没见了 是啊 真想你 啊 等等 老舅一句 哦 我知道我知道 哎呀 没办法多少年就是这样的 不是 哈哈 哈哈 这回中了 行了 来个正式的 来 来 老舅 哎呀 哎呀 哈哈 老舅 这么多年没见过 你还是神情如愿 是啊 你好你好 等等 哎 照房抓药啊 哎呦 啊 我这个怎么比他那还大啊 我看着你就比他长得脏 啊 你喝东西你都得来点狠的 哇 哎呀 哈哈 这回行了吧 还差一道程序 哈哈哈 我跟你说人哪哪都好都这个受脏啊 哦 你是直到啊 上边细菌多了去了 尤其是他这小黑爪啊 一月一看哪 那就是鸡爪子成精啊 哈哈 重来 行了 正式的 哎呀老舅 你好你好你好 你这是跟我浑身上下的消了个毒啊 这个啊 二妹妹 我老舅他爱干净啊 揭屁 哎老舅啊 哎哎哎哎 你好好看看我 你是不是有点面熟啊 啊 你好好看 我我见过这东西吗 啊 不是我我我我我见 不是老舅我不是东西 哦 嗨不是 我刚才开车把您拉过来的呀 刚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你再好好看看 哎呀 你这么一说我看出来了 啊 这小眼睛一卡巴一卡巴的 哎呀我的天啊 我还真想起来了 哎哎哎哎 别老站着聊啊 老舅 请坐 请坐 等等 还得是老规矩啊 没办法 多少年养痕的 我的天呀 要不你来 哎呀呀呀呀 哎呀 没办法 就这规矩啊 哎呀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要是在这家里边做家务 绝对不能这么那个 那个我就不说了 对不起啊 别看 这在垫上 这个就放心了 三样都用上了 你看看 这三样东西全用上了吧 哎呀 老舅 老舅 刚才你坐我车的时候 不是在我车里抢了五十块钱吧 哎哎哎 说话要注意啊 我怎么是抢的呢 是你应该找给我五十块钱 但是你不找 我就主动的在你前面把这五十块钱拿走了 对对对对对 我呛了 你看你能不能把那五十块钱还给我 凭啥呀 不是找多了吗 那倒没有 哦 我是想啊 给您换一张 那我可不换呢 我跟你说 他那张钱呢 新啊 新的那就跟假的似的 那我能换吗 对啊 老舅 老舅啊 是啊 您喝点水啊 哎哎哎 二妹倒点水 对对对 你过来你过来 干干干嘛呀 你过来老舅你坐啊 哎哎哎哎 干嘛呀 老舅你喝点水 不客气不客气 那个水我是不敢喝呀 你是不是把这五十块钱 假币换给我老舅了 你猜呢 我一猜就是你干 猜对了 你怎么什么人都坑了你 不是我没坑的 是他抢走的 我不是不 老舅啊 老舅 有个事我跟您商量一下 您不是今天从他那拿了五十块钱吗 不他应该找给我的 是是是 他找您五十块钱吧 您把那五十块钱给我 我给您一张真的五十块钱 这我就明白 对 你刚才说啥 我 啊 啊 啊 我终于明白了 你小子给我那钱是假的呀 哎呀 啊你呀你呀你呀 你说说你这个小眼睛啊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我不是 要不人家就说呢 小眼睛大眼皮 经常往外划假币呀 哎呀 他说的光是你呀 不是说的我 别闹了我 我不是不 记住咯 假币不能划呀 对对对 假币不能流通 那是要犯法的 对呀 怎么能随便划假币呢 对呀 我把它划了 啊 买的吃粿了吗 啊 那个小狗 那个老舅啊 哦 您在哪儿 买的这水果啊 就你 你们小区 刚一进来 有一个水果摊 我在哪买的呀 哦 那行 那呢 那个 那我很熟 那个寿货园是个什么样 对 长什么样 啊 怎么了这是 我跟你说呀 你去寿货园 我就想笑啊 怎么了 长什么样 因为他木屋掌的 推可笑的 小短腿 大出�.:大 大圆脸还挺扁 这么说吧 知道的那是个人 不知道的都以为是一个 磨盘成经的呢 磨盘经啊 谁呢 老公 老公 老舅回来了没有啊 来没来呀 哎呀妈 磨盘经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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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 大舅 这这这我媳妇 那个媳妇 这是咱老舅 老舅 老舅好 我媳妇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 外舅媳妇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这这掌的 这掌的 那 那 这 要洋柳戚窑啊 哎呀 这小模样 就跟那个大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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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ps 我知道 大姐 您 你怎么到外面 卖水果去了呢 不是 这不是水果 这老板生病了吗 让我帮着盯两天吗 咋的了老公 那个情况是这样 你别问他了 我向你主动的坦白交代吧 对不起啊 外甥媳妇 他是这样的 我不是在你那儿 买了一个水管篮吗 对啊 二十块钱处理的 别说处理的 关键是我给你的那张签 那五十块钱是一张假币啊 要不我怎么给你赔礼道歉呢 但是我向天法是啊 我值不到那钱是假的 我要是知道他是假的 我绝对不能花假的呀 你说我是那个人吗 大舅你放心 这个事不赖你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赖就赖钱顺芬 就赖我呢 当然赖你了 不是 你要是明明知道 是假的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吵了行了 别吵了 出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把那钱找出去了 啊 你找给谁了 啊 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 啥 麻辣小龙虾 上你那买水果 成精了 你还吸油剂呢 你别跟他捣乱了 我说 媳妇你这样 赶快去找那个麻辣小龙虾 把那五十块钱假币要回来 啊 我也不知道这麻辣小龙虾是谁呀 拉倒吧 你不知道你管这个叫麻辣小龙虾 是啊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叫麻辣小龙虾呀 这麻辣小龙虾那个形体 特像麻辣小龙虾 就是麻辣小龙虾那个身材吧 就让我联想到麻辣小龙虾 哎老公 你能不能根据麻辣小龙虾那个特点 找着这个麻辣小龙虾 但是我敢确定 麻辣小龙虾的名字 肯定不叫麻辣小龙虾 你跟我这儿说道口令呢 是吧 先别吵 先别吵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哎呗 哎呀 你在哪儿呢 我已经到着老半田了 你看看你 快着点啊 到大门口了 那主 我接你去啊 老舅啊 您有客人呢 也不是什么歪人 是我的小舅子 您的小舅子 你没见过 是我远房亲戚的 跟我叫这个小舅子 他是这样 我呢 到城里来 要看看你爸爸 他呢 就要跟着我来 他为什么要跟着我来呢 因为我不是你爸爸的小舅子吗 他不是我的小舅子吗 他为了让我这个小舅子有面子 所以他要跟过来 要看看你爸爸 让你爸爸好知道 我这个小舅子 也有这么一个小舅子 我明白了 今天是我们家呀 小舅子开会 这是老范姐不 来了来了 解放 看看看看啊 我现在正式给你们介绍 这位就是 麻辣小龙虾 什么麻辣小龙虾 太像了这呀 熟的熟的 他可是我小舅的 你们也应该跟他叫 小舅舅 麻小舅舅 什么麻小啊 就是舅舅 别看你这个小舅长得瘦 这肚子里边有内秀啊 人家是搞收藏研究的 第一次来 不好意思 带点水果 你看看 麻辣小龙虾 大多盘 这水果不是你卖我的吗 对对对 就是在我那买的 我找给你五十块钱吗 对呀 钱在我这呢 对呀 你不觉得那个钱有什么奇特啥的 咋的呀 找多了 哎呀 不是没找多 你不觉得那钱有啥 不对劲 对 有没有什么毛病 对不对劲 我咋没发现的 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 你看看你看看 人家搞收藏的眼睛 尖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呀 那个啥 那个小舅舅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能不能把那钱还给我 还给你啊 小丁美 没事 我跟他说 小舅舅 是这么个奇特 我跟您汇报一下 是这样的 那个我二妹妹啊 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 收了一个五十块钱假币 她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呢 交给了我的二妹夫 让她把这五十块钱假币呢 送到银行去 这个时候呢 我大舅打车 就抢走了这五十块钱假币 接着呢 我的大舅舅带着五十块钱假币 就来到我老婆的水果台买水果 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 交给了我的老婆 接着你 我的小舅舅 又来我老婆的水果台买水果 我老婆就把这五十块钱假币 交给了你 我的小舅舅 所以你这张假币 是一张真正的假币 对了 对了 明白了吗 你瞅你无奈喊 要坑吃别肚的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我都明白了 我告诉你 那不是假币 那是一张错版币 错版币 说白了 就是钞票印错了 分数量特别少 但是极具周藏价值 今天我在马路边上 我超太阳这么一看 老值钱了 小舅舅 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呢 我现在找人见地去 小舅舅 你别走啊 你走着气多累啊 这样 我开车送你去 去房 你干干嘛去 我想办法 把那张钱给他卖了 去吧 他说什么玩意儿去 他想把那张钱给卖了 卖了 回来 瞎瞎瞎啥呀 那玩意儿有价无事 你还不如给银行 然后能换一张真的50的 哈哈哈 哈哈哈